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字的博语注音是赏三声赏 诗昂赏三声赏 赏是指正午或刚刚进中午或刚刚过中午的那段时间而言 但可以作为估计时间之词 如表示短暂的时刻就说片赏或半赏 赏也可以犯指一时 如逢言词却踏知词有 一赏观情一片江南路的句子 不过文字学家段玉才则认为赏是右边这个像字的俗字 他说日一赏日半赏皆是像字之俗 此外说文虽然解释像为不久 但是尔雅则认为像也可以转训为久的意思 所以赏所代表的时间究竟是久还是不久 必须是其上下文的意思而定 赏也是我国东北各计算地基的名称 另外据柳边纪略一书记载 赏者尽一日所众之未也 所以赏也可以作为计算天日之用 要注意的是赏字如果与五字连在一起用时 这个五字就要念或 而不能念五的音 赏或就是正五 还要提出来的是有人不注意容易把赏字 误念为这个响字 这个响字的国语注音是西阳响三声响 响是这个响字的俗写 也许是因为笔画简单的缘故 现在这个响字在一般运用上 似乎已被右边这个响字所取代了 不过你如果想了解它的字意识 还是非得查音部的响字不可 最后再提醒您 响和响是两个不同的字 读念运用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